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大戶羅盤籌碼動能 籌碼動族先機動能漲我實現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幾百次評 我們直接來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55點 歐利息上漲1.12點 朋友這個指數還是整理對不對 整理來整理去啊 那大家有沒有發覺 昨天美股是往下掉了 昨天美股是往下掉了 然後台股今天竟然怎麼樣 竟然不理它 也就是說 台股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在走自己的路啦 那未來應該還是一樣 我個人認為啦 應該還是一樣整理來整理去 為什麼 我現在在昨天 昨天我們有跟大家提到 當然昨天就是美股有一些原因讓它 就是前天的部分 昨天我們解盤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美股有一些原因讓它下跌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跟大家提到過了 那個利率絕對會議本來就會震來進去嘛 那這兩個是賣壓洶湧對不對 是 第一共和銀行被收購了 所以呢 所以大家擔心說 是不是還有兩家 小家的可能也會有那個同樣的狀況 當然 很有可能也是同樣狀況 可能會被收購掉 所以呢 所以股價就先跌 但是呢 這個還沒倒 它不是倒掉了 它只是什麼樣 大家預期說它可能會被收 可能要賣掉 所以呢 所以股票就往下掉 它還沒倒啊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債務上限 但我們在昨天節目裡面有跟大家提到 其實就這三個 其實你 你我們分析起來 都可以正向的看待 你不用太過擔心 那當然昨天的部分喔 一樣啊 看這個道琼啊 啪啪啪啪啪 本來好好的 後面為什麼會變稍微盤 其實後面稍微盤主要的原因就是 鮑爾講話對不對 其實生意碼大家都知道啦 打給東西它生意碼 那個 已知道的消息 它不會是什麼利空或利多的因素啦 不確定的才是它利空利多因素 主人主要這個殺下 就是這邊開始往下殺 就是鮑爾講話 鮑爾講話 他講什麼東西讓這個盤往下掉 鮑爾講了 今年 今年不降息啊 今年不降息 所以呢 所以就開始殺 那同朋友 他講規講喔 他講規講啊 市場上不見得這麼看 你懂得是嗎 因為 如果說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這邊有兩家區銀行對不對 同朋友我問你一件事啊 其實這個事情喔 我現在從那個矽谷銀行開始就有了 中小銀行倒掉對不對 不能說倒掉啦 就是中小銀行有流動性的問題 流動性問題嘛 那流動性問題的話 你儲戶會不會擔心說 欸我存進去 它如果哪天倒了我拿不到錢 會嘛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是不是會把錢領出完 然後移去大銀行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沒錯嘛 就是移去大銀行 比如像移去高盛這些 所以大銀行的那個存款越來越多 所以呢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如果說錢都往大銀行走的話 那中小銀行因為流動性不足 它可能會怎麼樣 它可能會緊縮嘛 我都收不到存款了 我怎麼去做放貸動作 所以呢 所以 當它把我說金額不降息的時候 大家其實不相信 因為你中小銀行連續的出事情 那連續出事情的話 其實會讓更多中小銀行怎麼樣 它會陷入流動性的危機 那流動性危機的話就是 存款收不到 它也沒有錢去做放貸動作 那你說錢跑去大銀行 你要去大銀行借當然可以 但是大銀行我相信他們怎麼樣 他們那個 條件比較多啦 就是 你的新工不好啦 你的什麼 那個債務比率比較高啦 或是說你沒有辦法提供財務證明 它沒辦法借錢給你啦 它不會借給你啦 所以呢 所以就是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那你借錢 你那個信貸的部分 基本上你就會 市場上怎麼樣 會緊縮嗎 因為 大銀行你拍救急嘛 那中小銀行又沒辦法借錢 因為它也沒錢可以借給你 所以如果說陷入流動性的那個危機 信貸緊縮的話 你後面不降息嗎 雖然所以它講歸講 指數當然有反應 但是如果說你看那個FVD Watch的部分 現在已經到5%到5.25嘛對不對 5到5.25 你可以看這部分 現在是5月份 這是7月份的時候 市場已經預期最快啦 因為如果說你銀行這樣 一直在出問題的話 你最快7月怎麼樣 7月可能就要 可能就要降息耶 包括我說不會嘛 但市場上不是這麼認為 因為就是你的信貸有問題的話 最快預期說7月就會降息 那如果說你在看到年底的話 這是11月的時候 我這邊是這邊啊 這邊7月是4.75到5嘛 也就是說什麼降一碼對不對 如果說你在看到11月的時候 這是多少 目前大家預期最高在這裡嘛 4.5到4.75 也就是說 下半年 市場預期搞不好會降兩碼 會降兩碼 所以呢所以也就是 你就這部分你說通膨啊 居高不下 所以呢所以我不降息 市場上不是這麼認為嘛 所以這個跌的理由是怎麼樣 這跌的理由 搞不好過一陣子 它又長回來 同朋友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跌當然當時有它的理由 但是跌當時有它的理由的話 但是市場上不是這麼認為嘛 既然不是這麼認為的話 如果後面真的是往那個 市場預期的狀況發生的話 搞不好這個跌都怎麼樣 那種多跌的啦 多跌的啦 雖然所以我們總規矩的話就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盤 美股那個跌的理由 其實它都怎麼樣 它都是 不是會造成風暴的理由 同學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要跟大家解決就是 美股這天當然都有在跌 但是跌的理由 如果說你這樣分析起來的話 其實它沒有那麼恐怖啦 沒那麼恐怖 甚至於市場上 就是認為後面你會降息嘛 降息怎麼樣 降息說白一點啦 救經濟啦 所以如果說美股這個地方 它不會有比較大的風暴產生 台股就繼續整理嘛 那繼續整理的話就是 結構性止跌繼續發生嘛 那結構性止跌繼續發生的話 快要520了嘛對不對 其實520 每次的520 什麼520 520也沒什麼行情啦 但是呢 但是市場上都會有一個期待 因為今年是選舉年嘛 那選舉年的話其實 總統如果講話的話 可能會講比較偏政績的東西嘛 比較偏政績的東西 其實政績本來就是一體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的盤都怎麼樣 它漲的都是那個 2020年520的時候 總統說的六大新年產業 都在漲這些東西 就是要呼籲 因為今年選舉年嘛 它要辦出政績給你看嘛 政績給你看的話 對 就算還剛開始做 還剛開始做好了 比如說像那個 那個強烈電房計畫 去年底才弄的 你說去年底 去年底案子才推 今天馬上做好嘛 還沒做好啦 但是呢股價先動了嘛 所以股票怎麼樣 股票漲這也算政息嘛 就是現在都在漲這些 跟政績有關的東西啊 那今天怎麼樣 今天輪到什麼 今天輪到生計去了啦 那生計的部分 我相信我們在近期時跟大家提到 像中華生嘛對不對 這個前一天已經接牌啦 押回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送為大家資料嘛對不對 裡面 一檔一檔來啦 我們那時候說 這你可以先看裡面 唯一的一支生計股 就是這個中華生嘛 押回來的時候 一樣持有請大家做留意 因為這個是強勢股嘛 然後呢昨天怎麼樣 就是在這個地方 稍微震一下 過高震一下哦 979那今天呢 今天997 基本上怎麼樣 在挑戰 三位數的整肅關卡啦 那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你有跟單的話 你有跟單的話 這個整肅關卡 應該這麼講啊 就反了目標 反了目標區 他的 合理價就差不多 100出頭一點點 合理價 金點賺七塊嘛 金點賺七塊 他不是那種做夢的 他不是什麼什麼 拿藥證啊拼解嗎 他不是這一種 拿藥證拼解嗎 就是本孟比 本孟比就是黑白油嘛 他這種是 本益比的啦 他屬於比較本益比的啦 那屬於比較本益比的話 三位數這邊哦 就是 法人的目標區也到 然後又是整股關卡 所以如果說你有跟單的話 這個地方你可以 自行 就自辯啦 青菜利啦 當然後面還是一樣 有可以留意的標的啦 也就是說 其實就這支股票的話 其實三位數這邊 我也會震盪一下 你有跟單的話 你就是自行主力 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他部分 其實生計的部分呢 其實主要分三塊 一塊什麼 一塊就我剛剛講的哦 拼解盲啊 拼新藥的 拼那個什麼拿藥證的 比如像藥滑藥 但你看這個藥滑藥 我不是說他不好哦 他是不是強勢股 不是強勢股啊 他現在還 他月線都沒站上耶 他是 方向是 他目前方向是往下的 然後呢月線 季線都往下 所以他不是強勢股 所以你在操作的時候 這種股票 除非你有內線啊 或是說你要長期投資啊 不然呢不然其實 在操作上 這個還不是當前最好的選擇 那當前最好的選擇呢 比大盤強嘛對不對 比大盤強嘛 大盤 現在如果說你看那個大盤的話 現在在幹嘛 挑戰機械嘛 今天有站上 但是在那邊 歐利七挑戰月線嘛 那邊要去 但是如果說你看這個 比如說像那個保瑞跟大蘇 保瑞大蘇他都怎麼樣 他都什麼 他都是站上月線的 月線的股票 就是他們相對大盤強了 而且反正是往上 所以你看那個生計的部分呢 生計部分現在分三組 一組是就是拼新藥解盲 對不對 新藥解盲嘛 然後在那邊 什麼各國啊 開始突藥的嘛 就是拼新藥藥症的部分嘛 就像藥外藥的部分 另外一個 有EPS的 EPS比如像什麼CDMO啊 保瑞金的號稱說什麼 要賺30到40塊嘛 然後像什麼美食這些嘛 就是在拼 就是一組是 有EPS 法人有寫報告 然後呢 法人在買的 就這一組 所以呢 所以像 中化症的部分就是什麼 他就屬於這一組裡面的啦 因為中化症有EPS嘛 七塊嘛 另外一個呢 另外就是 藥局啦 大樹藥局帶起來的 目前那個藥局的部分 一直在怎麼樣 一直在開始往上衝 就是大樹的部分啦 所以現在主要看的是什麼 主要看的是 基本上是這兩塊啦 因為 生計部分分三塊 這一塊如果不太行的話 這一塊那時候 那時候在炒 炒那個北極新嘛 對不對 北極新炒完了 就回到100塊了嘛 所以現在 你看那個 在漲信藥的 拼藥症的 其實如果說現在沒在漲的話 就不是漲這一塊 他漲什麼 漲這一塊 跟什麼 跟這一塊 大樹藥局 這邊的藥局股嘛 那 如果說這樣 這樣來看的話 有沒有 大蘭大樹這個部分呢 價位很高啦 四百多塊 貴三三的 比較親民的還有什麼 還有加斯達跟聖銅啦 加斯達基本上在天上 不能說在天上 就是 股價基本上 你看你看這個部分 是不是相對大阪強 我們節目叫籌碼動能嘛 籌碼就是看那個籌碼有沒有進去嘛 大陸籌碼有沒有進去嘛 動能是看什麼 都有人看 我們比大盤強嘛 是不是強勢股嘛 動能嘛 叮噹嘛 要比大盤強一點嘛 所以如果說你從藥局這個地方做出發的話 就是 像加斯達 同學 加斯達 你不要想說 加斯達是不是做面板的 有啦 有做面板啦 但是他現在題材不是面板啦 大樹藥局啊 大樹藥局帶下來的 他現在投資丁丁藥局啊 就是丁丁藥局的部分啊 就是 開始往什麼 藥局通路去做啦 然後這個聖銅是什麼 敏盛集團體系的嘛 藥室藥局這邊就他的嘛 幹什麼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個部分來看就是 從大樹藥局然後呢 那個是高價 高價在上面推嘛 就是你要一直在前面帶啦 其他的呢 其他的可能在後面稍微跟一下 所以像這兩支基本上都可以留意啊 都我個人認為都是可以留意 因為都是 藥局的部分 這個丁丁藥局嘛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藥室藥局嘛 那 前幾天有個新聞啦 有個新聞啦 其實他有講到 這個那個老謝講的啦 他說大樹市值 畢竟400億啊 他擁有一百個門市的藥室藥局 聖銅體系下嘛 所以呢 所以藥室 你要買藥室的話 就是買8403的聖銅啊 幹什麼 聖銅市值之後五師 41億啊 兩家市值超過100倍 其實我個人認為啦 其實你不能這樣看啦 不能這樣看啦 怎麼說 大樹的市值400倍沒有錯 那400億沒有錯 其實今天差不多377億 但是大樹的門市是300家 38億啦 那你要市的部分基本上怎麼樣 要市的部分基本上是100家嘛 所以呢 所以基本上是1 3分之1嘛 對吧 所以如果說以今天來看的話 如果說以今天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大樹的市值差不多在370幾 370幾嘛 然後呢 那個聖銅差不多在那個 40幾接近50 但如果說你這樣看的話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大樹的門市是300家 你要市是100家嘛 所以你要怎麼樣 你要算的話 你可能要處理1 3分之1 那處理1 3分之1的話 就是大樹的市值 如果說你有今天來算的話 就是 如果說要回到 跟聖銅差不多的話 可能這是120億嘛 今天差不多370嘛 對 我的門市多你3倍嘛 所以我先除以3嘛 如果說要算的話 應該這樣比較合理嘛 除以3嘛 所以120億嘛 那120億的話 今天還是40幾億嘛 40億的話 這樣算一算的話 市值有差沒錯 但是呢 如果說真的股價要動的話 其實不是10倍 應該是1倍 我們說實在的 1倍很夠漲了啦 很夠漲了啦 如果說要開始市場在 往這個題材靠的話 不要說10倍啦 1倍已經很夠漲了啦 1倍你現在市值 市值41億你要漲 你市值要漲到接近百億 漲到120幾億的話 你市值要多少 市值起一倍就嚇死人了啦 好不好 雖然所以 講當然就這樣講啦 但是有時候你下去算一下 好不好 就像我們那時候 跟大家講的那個 探權的部分 探權的部分 為什麼只有一隻滑指在漲 其他都漲不動 算一下就知道了 你懂什麼 用省的在貢獻起來 就是滑指就最多嘛 其他就是0點幾嘛 而已嘛 而且我們是用最高的什麼 最高的 100億下去算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都是你稍微算一下 你就差不多說 股價再會不會動 所以如果說要看的話 聖宏當然今天強勢表態 你可以看嘛 另外一個加勢打 你也可以看啊 其實這兩次你可以一起看 好不好 那其他部分就像那個 AL的部分 伺服器 其實伺服器 我像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什麼 跟大家提到AMD嘛 AMD財報 哇好差 同學 AMD財報差哦 他不是差在伺服器哦 你不要搞錯了 他差在什麼 他差在PC啊 PC的部分 PC部分 難道你還不知道PC很差嗎 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上半年的PCNB很差嘛 但是伺服器的部分呢 伺服器基本上沒什麼影響嘛 如果有影響的話 還會長成這樣子 會有影響的話 就不會長成這樣子啦 廣大 我也創這種大隻的 他就不會掉了啦 還可以掉到這樣 對不對 沒錯 沒錯吧 所以就是伺服器的部分 其實他影響是不太大的啦 影響不太大 而且AI伺服器那個 本來就很貴 好不好 一台的成本 一台成本 起碼是普通伺服器的 能不會一胸 所以就AI伺服器的部分 我認為產業趨勢沒有變啦 其實股價也告訴你 產業趨勢沒有變啦 就是像什麼 比較大隻就廣達 圍影嘛 對 然後呢 散熱就是什麼 雙門起紅嘛 起紅就一直在雙新高嘛 你有一隻在前面帶的話 比如說像那個比較便宜的 見準今天也動 雙門的部分 可能在這邊稍微洗一下 我後面應該也是有機會啦 因為 這兩隻 券商 不能說券商啦 法人啦 法人是一起調高目標價的 因為 真的有做進去藝人的 就這兩間而已啦 就這兩間而已啦 反正就是不是他就是他的 其實都有拿到 都有拿到份了好不好 反正就是 這兩隻我認為你可以一起看 但短天上起紅可能 起紅可能比較兇一點 比較兇一點 但是雙門呢 雙門其實 他還是後面有潛力 那法人目標距離現在目前 其實也有一段距離好不好 一樣你都可以做留意 那其他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ABL部分 新興跟南典 但這一組位階比較低 那位階比較低的話 其實他們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啦 如果說你看今年獲利的話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主要就是什麼樣 就是大家一直預期 你之前擴的產 你要不要就明年放出來 要不要再後年放出來 你只要一放出來就怎麼樣 可能就是會供需平衡 不然就是供需大於需求 所以呢 所以他們這一組就是有這個問題 好不好 因為他們之前擴產嘛 產能還沒開出來嘛 一旦開出來搞不好就供給大於需求 然後現在的那個景氣中又不好 所以就是他們 不太容易有比較大波段的啦 但是呢 坐舊價差 我認為坐舊價差算算短線的 那個 麻雀戰法基本上還是可以看 另外就是比較高價的 創意跟四星好不好 但是呢 這一組一樣 坐價差 因為 反而目標區 都到了 好不好 就都都都到了啦 現在只是在上面刷來刷去而已啦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你看AI這一組要看的話 應該怎麼樣 可能就是先往散熱這邊 可能會比較是一個比較 好一點的選擇 因為畢竟 投信怎麼樣 投信基本上主要在買 散熱嘛 然後呢 再搭配一點這個短線上的ABF 好不好 給你做參考啦 那另外這個 我們跟大家提到的那個充電樁 當然這也是趨勢嘛對不對 充電樁這兩支今天都回穩了 好不好 都回穩了啦 然後呢 那個 殖利率也都高 好不好 第一期基本上沒什麼問題啦 反正就是 充電樁 說真的 這也是政策概念股啊 遲早輪到它啦 好不好 殖利率都是5%以上 每一筆都10倍以下 好不好 這個後面 只要一發動起來 應該我認為都是還有機會的 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Walmart Walmart當然不用說了 我的淵太啊 它比較屬於單兵作戰啦 但也不能說單兵作戰啦 反正是元泰驚鴻啦 政要啦 這些 但元泰什麼 元泰是 應該算首選標的啦 因為電子值就是它的啦 電子值啦 這不用說 電子值就是元泰啦 好不好 好 我們最後一個簡單結論 如果說以盤來看 好不好 美股 如果跌的話 台股當然會受到影響 但是我相信我們這兩天都跟大家提到 美股跌的原因 你去分析它的話 其實它都是怎麼樣 它 不會造成風暴 甚至台股今天也不理它 去自己的 所以呢 所以台股這邊有在走自己的路啦 那台股這邊有在走自己的路的話 當然是怎麼樣 當然就是現在是結構性的表態嘛 就是一些強勢股嘛 因為是六大新興產業裡面 這些股票在表態 那表態的話 今天輪到什麼 今天輪到 輪到生技股了啦 開始錢都往生技這邊走 那錢往這邊生技走的話 就兩塊你可以看看 一個是投信在買的啦 就是什麼CDMO啦 不然就什麼原料藥 這邊有EPS的 不然就什麼 不然就是藥局這邊 好不好 用於這邊的話其實就是 昇達啦 聖宏啦 如果說你要看轉頭之後 就加勢達這些 好不好 你可以做參考 有效的方法就獲勵的就下一次 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小鈴鐺 我們節目跟喜歡的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希望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懂能掌握極限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我們節目12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